大家好,我是Travis,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直播局 Dogpo是这个poker room的老板 这场排局的直播录像目前在YouTube上非常火爆 很多外国的网友在视频下方留言说 这绝对算得上是年度最佳现金座排局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当晚最精彩的五手排 其中最后一手排发生了多次反转 最后的结局可能会完全出乎你的意料 一上来Dogpo加注 Charles三败到六千 Stradle的airbow又冷跟了这个三败 感觉他平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冷跟三败过宽 要知道翻后他要面对两个比自己水平更高的玩家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的更紧一些 三人吃 Dog中了按三条六 Airbow有组合听牌 同花听牌和卡顺 直接抢先先推了十万 底吃只有两万 就是比较粗糙的推推乐了呗 从剥削毒牌的角度 看这种五六倍的all in 基本不太会是两对三条这种超强牌 因为拿着这些牌通常不想把别人赶走 Dog身后还有Charles演一下戏 假装犹豫下 他这里肯定只应该是平跟 给Charles抄盾跟住的机会 Charles手里两张红桃的几率也不会太高 并没有太多all in去保护的必要 最后他平跟 Charles肯定是弃牌 发两次 Aerball幸运的更大个分池了 最后排Dog A6黑桃来了 另外两个人平跟 翻牌Dog中了两对 两高一低的牌面 三人吃 C by la半吃 卡顺K勾和顶队A8都跟了 转牌相对无关的一张牌 也就是说Nuts还是Nuts 听牌也都没有增强 大哥第二枪的小超吃来了 两万到一万七的底吃 A8继续跟 和牌这张牌要让Perkins输更多的钱了 三条A撞上了葫芦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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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river for Doug and the worst card for Bill to see The ace of hearts Back to back big ones incoming for Doug Dog两倍超吃O in了对手 Dog两倍超吃O in了对手 Dog两倍超吃O in了对手 Oh my goodness 从理论和剥削两方面做了分析 尤其是这种两高一低的牌面 也是很多人会打错的地方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中 找到加入会员的入口 不过需要用电脑端操作 才能点进这里的链接 最后A8真的跟住了 你能想象这个牌面翻牌上一开始 底池只有6800 最后膨胀到了32万 这首牌告诉我们 永远不要低估老板的支付能力 这首牌 带查尔斯杜尔阿尔夹注 Perkins杜尔巴根 Stradle人也进来了 三人吃 I don't think The hand I just folded I can assure you No matter how stuck I was It's like four or five of diamonds You might restradle if you still stuck That might happen I believe you'd still folded that 翻牌 查尔斯有个卡顺 打了5000到13000的底池 对八根了 Sometimes makes the call And tear us with Queen high So you guys don't have anything This is my pot 这个Queen7过牌加住了21000 Chelsea硬跟下来了 For a duck Or a three OK There's a lot of screaming in my part as well Yeah No one cares We got Queen high versus Ducks 转牌立刻中了暗三条 但是牌面上水有三就成顺子了 Quin7普通话过牌 Boost the heat up in here Yes Alright Let's do it It's the middle of a freeze in Austin And we're indoors And I just also want to fit in I just also want to fit in I got to Our flight might get What It's fucked up Because of the freeze thing Oh really Yeah What It's an airplane I don't know I got like a message that said like Your flight may be cancelled Oh Charles the Dallas assignment Yeah Doug's calling you like a bomb Oh god What are we carving out Rick Oh Is that going over the line Oh my Goodness Buckle your seat belts Terris going to the moon 没想到这个Terris再次过牌加注到十万 That's a hundred K Charles not the man to be bluffing 回到Charles Oh in了 最后的大概十四万多一点 先说无所谓了 你有三就给你了 反正自己还有outs Quin7连最后的四万多也跟不了了 没有任何equity的bluff 投机被推了 这首牌老板Bill Perkins直接加到六千 只有Charles拿着盾四根了 翻牌Perkins c-bet 手上这张ace红桃更让自己的牌倾限于c-bet而不是过牌 因为阻挡了对面一些acex红桃的过牌加注的范围 比如如果对手拿着A3红桃过牌加注了 自己的牌是没法跟住的 Equity就会被生生的抵耐掉 都是四根注 转牌发给了Charles葫芦 还给了Perkins最大的童话听牌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中英戴的了 Perkins第二枪满持 Charles考虑双方后手还很深 而且自己这个超强牌并不阻挡对面的9x 所以过牌加注了 理论上这里Charles可以有什么bluff呢 主要是acex kingx不同花带ace或者king的红桃 比如a5带a红桃 k勾带k红桃 但是这也是一个我觉得 只有少数玩家会跟理论有一样激进程度的场景 就是说这是一个稍微underbluff的场景 现实中这个过牌加注我觉得还是偏向价值的 几个原因 第一点就是很多人首先在翻牌上 比如拿着a5a6不同花 即使带a红桃也会直接弃牌了 他只会考虑自己手上没有对子 也没有直接的听牌 还没有位置 不会float看到转牌 再有就是即使到了转牌 一部分人也比较倾向于走比较被动passive的line 拿着童话听牌继续过牌跟注 而可能都不会考虑过牌加注 Perkins最后跟注 合牌第四张红桃发出来了 超斯打了10万 哇 Perkins拿到了最大的铜花秒根 32万抵持 超斯王子收持 最后我们来看当晚最精彩的一手牌 先是超斯加注 身后K勾不动花300 perkins拿着Ace Queen不动花在身后冷跟 超斯也跟 三人吃 翻牌K勾没有吸败 Ace Queen顶对顶踢脚 还带最大的铜花钉牌 打了半尺 没想到K勾不动花憋着过牌加注呢 那Ace Queen不是秒根吗 也没有必要再加注回去 这张转牌发的 给了翻牌Bloft的K勾顺子 Perkins成了顶两对 居然最后两边都过牌 合牌Ace Queen又赶超了 成了葫芦 顺子的打出来 4万到7万的底持 perkins拿着Nuts 忍不住快要笑出来了 最后 all in 顺着最后弃牌了 good fold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 不要忘记帮我点一个赞 同时加个关注 我们下一期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